继汉奸王警卫之后 祖国又出最大叛徒 作家方方 他为了自己的名利欲望 不惜成为西方打手 曾多次恶意在网上散布虚假谣言 借助自己的名气出书 恶意歪曲我国疫情真相 搞得民众人心惶惶 这种恶臭行为 就连张伯李院士都看不下去了 怒斥其作品毫无民族国家情怀 但这个傲慢的女人不但不道歉 反而叫嚣让张伯李院士道歉 更过分的是 在我国民众齐心合力 共抗疫情的危难时刻 不伸出援助之手 跑到海外潇洒就算了 还靠着在海外抹黑祖国获得名利 俗话说得好 世间有因果 善恶终有报 在国外疫情严峻之时 这位吹捧美国医疗技术 宣扬印度医疗器材的人 竟恬不支持回国避难 难道大家真能同意 这个叛徒又多次发文力挺格格的人 用他乌烟瘴气的文字 荼毒民众吗 假若不同意 欢迎点赞留言打卡评论 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忘恩负义之人 方芳虽然身为作家 却臭名昭著 在我国武汉疫情期间 为了获得美方好感 移民出国 他没有遵守一个公民的基本准则 表面道貌黯然 背地却背叛祖国 在他的日记和书里 把道听途说 不能分辨真假的消息 经过夸大的描述 肆意编写 真不知他这么做 是不是早已谋划好了 想要博取西方国家的眼球 而事实上 他确实成功了 经过他口吐芬芳 四处散播抹黑祖国的谣言后 西方国家立马给这个人 抛出了橄榄枝 方芳日记的负能量 在国内人人嗤之一笔 在海外反而成了香薄薄 甚至最高时 卖出了二十多美元的价格 印刷一百万册 也就意味着一千两百多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就是七千万 出书到现在已经两年 怎么着也八千万了 这无疑是让他发了一笔横财 可能尝到甜头后 便开始更肆无忌惮地 抹黑造谣 用一些带歪比人三观的文字 拼命煽动情绪 用狭隘的眼光 描绘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 于是外国人 让他上电视 让他拿奖拿到手软 就连日方媒体 也对他进行表彰 但如此做法 必会留下骂名被人唾弃 方芳在国内 算是生命狼藉 遗筹万年 甚至有可能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戳击两骨 外面的金钱名利 早已让他迷了双眼 他忘记了自己是炎黄祖孙 是中国人 恐怕就连良心这个词都忘了 随着国外疫情的变化 国内疫情的消散 美方引以为傲的医疗体系 就彻底拉垮 印方毫无科学依据的治疗 以及医疗卫生方面 明显十分落后 直接彻底击碎了方芳 在日记里的不实言行 让那些跟风在互联网上 硬吹美吹的人 在这次疫情状况明显的对比下 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可能方芳在国外的日子也怕了 但她躲避回国后不是低调 反倒发文说 有人欢迎她回来 给她送礼花束 真是没点自知之明啊 谁知道是树还是圈呢 本以为方芳此次回国 是看清其他国家疫情形势 想要对大众道歉 没想到接连几个澄清小作文 她都不认为自己是胡编乱造了一本 有损我国形象 伤害国民同胞感情的方芳日记 说自己是尽了公民 因尽的责任和义务揭露国家 如此恶臭言论 真不愧是记汪精卫之后 指不定真心道歉 也没有人想原谅呢 对此 有些爱国网民真心是看不下去了 提问 方芳是怕海外疫情波及自己 还是被美方抛弃拿不到绿卡 在海外只是空有名透 实际是混不下去了吗 在面对网友口诛比方后 为了获取大家的原谅 她开始了在自己社交平台上发文洗白 称 她自己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 一个自信的政府 也不会无端指责一个普通作家 这样自说自话的言论 不少网友认为 很明显她是在厚着脸皮 为自己的行为开拓 而不是什么真心的悔改 官媒也对方芳的不当言论 进行点名批评 称大家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被不良风起带偏 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民群众 不知观众们如何看待 方芳这样一个冒着天下大不韦 将国民群众共同抗议的壮举 通过道听途说 描述成阴暗的事情 而对于方芳的道歉 大家真的能原谅吗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